港车北上,好多香港人多年的梦想终于很快可以成真了。 香港四轮客车可以通过港珠澳大桥进出香港与广东省境内。 经过电脑抽签以后,6月1号开始接受申请安排手续,7月1号就开始落实了。 第一个星期,每天限量200辆。 第二个星期开始,每天限量300辆,其后根据情况逐步增加。 根据统计,具备这个条件的香港客车大概超过45万辆,港车北上开通了。 马上有人问问,什么时候内地车可以南下去香港呢? 一上一下,我们今天来分析解码。 除了货运旅游车以外,香港客车挂两地牌进出已经由来已久。 不过,只限于公司商业登基的车辆,需要达到一定的商业投资数额才获几准。 现在,开放四人自驾车辆肯定是香港人出游、短期商务、探亲的一大便利和多元选择。 我们自然会关注,申请的手续和条件是不是很复杂呢? 根据已经公布的官方资料显示, 有关港车北上的具体措施将会是最大限度的简化和便利。 这里面包括香港单排车有内地的电子车牌,不需要挂内地金属牌号。 申请条件可以是一人一车,半排申请免填表免服印。 海关备案免担保,边检备案五指化,数据共享,共用,车辆通关一站时,交通事故和违法由交管12123APP查询处理。 立法会议员陈恒斌,也是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的主席,听听他的说法。 因为以往要驾车回内地就必须要有两地牌, 那才可以驾驶到少数人,港车北上就是让普罗大众如果你有车的话都可以有机会申请, 驾车回内地,真正正可以体验大湾区的生活。 港车北上就由我们说起大桥的时候已经开始了, 可想而知其实都已经差不多接近十年了, 港车北上的时候,其实社会的讨论都很厌烈的, 那终于这个政策现在就推出来了, 所以这一个政策都得来不宜, 其实就简化了的,据我所知, 就很多申请的工作, 就是希望用网上填写, 跟着一站式去处理的, 那都不是新鲜的市民, 因为澳门在今年已经是有, 澳车北上的工作, 那相关的运作都相当之畅顺, 也都受欢迎, 那所以他们已经是有一个普务, 那如果我们要推行的时候, 可以跟澳门那里去取经的, 那也都不需要说由头到尾, 由零开始, 那内地去讨论这件事, 其实都是澳门上的经验, 那相信我们香港推行起来, 是简单很多的, 因为内地的法规是有要求的, 因为入境内地的车辆, 必须要是他们指定的, 是认可的地方去做验车, 所以今次的验车要求, 就是按内地法规的要求去做的, 当然有不同的人士, 又提出不同的方案, 包括减化, 减少排队, 对市民作出事的适要, 我觉得这些全部都是合理的, 在符合法规的同时间, 如何减化减少市民, 使用港车不上的波折, 或者减化他们的手组, 我认为对于鼓励大家用港车不上, 是有帮助的, 所以我都希望这些手组顺量简单, 但是除了上面说的条件以外, 驾照,保险,实现验车, 驾驶行为等等, 各方面的要求, 还是有不少要处理关注的问题, 尤其是很多被忽略的细节, 需要仔细具体的清楚, 那我们来一个先一后难吧, 先说说简单解决的问题, 首先是, 怎么样取得内地的车辆牌号问题, 特区政府已经公布了车牌申请电子网站, 会由特区政府和内地相关部门审核处理, 并发出电子牌照, 车辆不需要挂上金属车牌, 然后是驾照问题, 港车北上的司机是否要有两地的驾驶执照呢? 答案是必须的, 但根据目前的规定, 两地县城已经有了免试互换驾照的手续, 香港车主司机随时到内地公安机关照办就是了, 接着是保险问题, 港车北上是否要购买两地的两份保险呢? 答案是不需要的, 听听香港汽车会会长李耀培的介绍。 如果中港车就一定是两份保险的, 就是过往来的香港一份保险, 国内一份加强保险, 或者国内行车的保险。 今次反围政府做得很好, 他早就知道有港车北上, 跟差不多十几间的现缩公司, 大家有个协调, 如果香港的, 不论你私家车第三部, 又或者全部, 那都是有很多保险公司现在在做的, 那跟那些保险公司, 就是他们都可以协调到, 他们会做一份, 我们叫做, 互认的先后的一个现缩, 就是在你自己的保险那里, 加多一份, 加多这份, 原来就可以成为在广东省里面, 你驾车时间的售保, 这个也是一个, 我们叫做, 方便到香港的私家车的车主, 而且又不需要买多另外一份, 国内的保险, 当然, 如果有某一些现缩公司, 如果真的, 他不会有国内的单位, 和他承保的话, 可能就要找一些可以做一个加强的保险, 可能真的要买另外一份加强保险, 但是不过, 我所知道香港那十几家现缩公司, 大体上, 他们已经是和国内单位有协调的了, 因为最主要国内的现缩公司, 也都要承认, 它这份东西是有效才行, 李耀培会长提到的保险方案, 在保险业界称之为等效先任保险, 粤港两地政府已经就此达成共识, 而且根据香港保险业监管局的宣布, 目前已经有16家保险公司准备就绪, 在市场上推出等效先任计划的保险产品, 保险业界把这个看成是扩展保险业多元化, 和争取内地商机的重大决定, 我们继续要讨论的是停留时间问题, 究竟港车进入内地可以停留多久呢? 根据规定, 港车在内地一次性连续逗留时间不得超过30天, 全年累计逗留时间不得超过180天, 申请时效到期后, 必须办理续期手续, 我们先以后难, 把难解决的问题留在后面, 这里面就包括了 怎样处理车辆检验问题, 两地驾驶行为和规定引起的种种问题, 还有第三个更重要的是, 港车北上对内地和香港的交通消费等等方面, 会产生怎么样的影响呢? 我们回头继续分析解码。 前面我们说到港车北上会关乎到45万辆车的情况, 根据汽车会会长李耀培估计, 有兴趣参与申请的可能达到20万辆左右, 按照每天200到300辆计算, 一年充其量也就达到10万辆, 所以申请者要抽签, 抽签成功以后, 还要预约排队验车, 进度上能赶上吗? 这里面有大问题。 目前的两地牌车辆是要一地两驾的, 那么将来的北上私人车能不能够也一样呢? 况且,目前负责检验北上车辆的驾车厂, 只有在元朗的中国检验公司一家, 将来能不能够应付呢? 听听李耀培会长的担忧和建议。 6月份,即7月是上马又上去的那些, 我觉得政府就要真的和中检一边安排, 因为暂时来计算, 每天就200部, 但是我觉得在中检的200部车都吃力, 因为我们所知道我们这些朋友, 有只中港牌的私家车, 它3月就是通关, 几年没限, 所以这么多中港牌的私家车都要去驾车, 现在排在这里, 现在一直在排队, 我所知道已经排到7月中, 7月尾, 才可以排到它现场, 很简单的计算方式, 好像程先生你所说, 其实香港, 我刚才说, 合资价有40多万个车, 我们估计有一半, 都很想等着駕駛车, 在今年内, 上去大湾区, 或者广东省, 换句话来说, 最少都二十几万部车, 但是如果现在政府设定了一个价格, 就是开头的时间, 每天200车, 当然手后来计有机会300车, 但是你要记住, 验车的中心在元朗的终检, 你要记住平日假期, 公众假期要放假, 星期日它不开工, 所以换句话来说, 整年来计算的话, 我当足你300车, 其实都可能是几万部, 六、七万部, 或者七百万部, 对于我们的期望, 有二十万多架车上去的话, 其实都是差很远的, 起码你在验车的时候要排队, 没错, 还要排队, 开头的时候还要抽签, 这个可能打压了我们一点, 我们驾车人的兴趣, 因为最初讲车不上, 其实政府设定了没有价格, 但是当然, 现在来计算的话, 他说想分流做得好一点, 其实最主要就是验车要验得到, 对吗? 讲开验车, 其实我也有点担心, 虽然我们六月就是申请这个港车不上, 可以抽签, 给你抽到签了, 你还要去验车中心排期, 排期究竟它是排不排到呢? 这个就没有人敢答应得到, 当然我们很希望政府和中检那边, 做多一些沟通, 做多一些疏离, 是吧? 如果真正做完这些手续, 有机会就7月可以上去国内了, 但是仍然有一个主因就说, 第一我要抽签要抽得到, 抽得到要申请, 还要去排期, 那本事话讲呢, 这里就可能有打压了少少我们驾车人的那个兴趣, 中国检验公司目前只有四条验车线, 现在打算为了港车北上另外开批20条新的验车线, 目前要首先消化已经排到7月份的预约单, 李会长所说, 香港原有40个验车中心提供与内地相同标准的验车配套, 如果分流处理港车北上的验车问题, 是别无选择中的选择。 另一个更复杂的问题来了, 内地和香港的道路规则, 驾驶行为文化都不同, 会衍生无数的差别。 举些例子吧, 比如香港驾驶, 方向盘在右边靠左行, 内地是相反, 驾驶盘在左边靠右行, 如果司机一个人开车, 坐在右边到了收费站, 该怎么样到左边去拍卡, 收费呢? 内地马路上靠右的行车线, 红灯之下还是可以拐弯的, 香港就不行。 香港的道路设计, 高速下来, 缓冲距离很长, 不会马上到闹市, 内地的高速一下来就是腐路。 还有, 香港的道路是英国式设计, 动不动要经过一个转盘, 才进入另外一个路口, 内地就很少这样的设计。 还有, 港车在内地路上车坏了, 该怎么处理呢? 反此种种种种, 该怎么样去适应和熟悉呢? 香港汽车会为这儿, 做了很多准备工作, 听听李耀佩会长的介绍。 这个也是我们汽车会比较担心的地方的, 因为始终现在港车不上那, 当20几万部车很快上升, 其实大部分都没有驾驶, 在国内的经验。 换句话说, 其实是两套交通的法则, 好像我们刚才说, 香港右车左上右下, 国内来计, 左车右上左下, 换句话说, 大家走的线道已经不同, 例如一些红绿灯, 其实转右不用看灯, 但有些转右是要的, 因为有个牌写着, 你必须要跟着灯号, 当然, 例如国内很多角度和高速, 他们的高速是8182, 我们香港最快都是181, 最快是否去到机场, 那边都是181, 而且我们香港的快速公路, 一般记住, 我们一定是左边出路口, 但是国家那边是右边, 而且它一落到小路, 它减速是要很快, 它由8182一减速就去到50, 去到30, 因为它一落去, 已经是街市中心, 没错了, 所以这些要港人习惯和留意, 所以另外一件事, 我们担心的是什么, 上面如果开车, 真的有机会抛楼, 没有电, 爆胎怎么办呢, 求救无门, 不同于香港, 香港自己乘的的士, 原来旁边有个胎普, 或者打电话自己的车房, 不用15分钟就到, 所以我们汽车会都很担心, 第一,一些驾驶的没有经验, 第二,在上面, 如果遇到坏车, 要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汽车会就很早期, 已经和广东省的汽车救援中心, 大家就签订了个意向书, 换句话说, 如果港人上去, 一打我们的热线, 就会去到广东省的救援中心, 它会即时处理和帮助我们港人, 这个也很重要, 所以我们A会也做了一个APP, 第一,有个地图, 电子地图, 第二,有个热线, 甚至如果你想拿一些国内的駕駛经验, 我们有两个小时的研习班, 希望给我们欢喜开车, 甚至有机会港车不上的朋友, 可以有个安全、开心, 真是驾车的乐趣, 意图到。 如果换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来看港车北上, 其影响就不只是影响到开车的人了, 而是涉及到整体社会生活的变化。 首先,对香港人来说, 我最近看见网上有人很认真的调侃说, 他说未来的日子就是开车到大湾区, 按照香港的价格, 花20%的停车费, 用30%的价钱吃一顿火锅, 然后用40%的价钱为车子加满油, 兴满意诸地回家睡觉。 的确, 目前内地的汽油是每公升9块多人民币, 香港是23块钱港币, 在香港市区停车超过3小时, 收费超过100块的比比街市。 一旦港车北上大行其道, 香港人消费力北移的势头不得了啊。 那么, 对于内地人的影响呢? 除了增加了港人消费群以外, 也肯定会增加省内交通汽车流量, 对于目前已经采取限制车辆进入的一线大城市, 会造成额外的负担和压力。 目前来说, 对深圳的影响短期还不大, 因为港车北上是按照规定要由港珠澳大桥公路口岸进入大湾区, 港珠澳大桥跟深圳还没有直接关系的。 如果想开车到深圳, 那还得要经过珠海、中山、 乃至广州南面才能绕过去。 不过明年深圳通道落成通车了, 深圳流量也会明显增加。 立法会议员陈恒斌说出他的看法。 其实港车北上, 正正是可以做到这个效果的。 当然有一些有待验证和可能有一定的币端的, 就是这么多车上去, 内地的交通应不应付得来, 尤其珠澳本身可能有些路段, 大家很想去的, 但是有时都会失车的, 譬如说剧院, 很多人会去的, 但是每个礼拜六日那里就满了人了, 另外市区、旧区里面可能本身都是比较劲逼一些, 珠海本身就很舒服的, 但是那么多车去,那么多人去究竟它的容量是怎样? 另外就是我们除了探索珠海之外, 是不是大湾区其他地方, 大家都可以开车去探索? 当然我们都不希望为内地的朋友, 带来生活很多的不便, 但是当然我们也都知道, 其实上去内地的车是有一定的数量的, 是有限制的, 不可能说现在一开始就无限价上升, 所以好像澳门那样, 它每天只限制二千架车上升, 就是说上去就要先登记, 跟着收线, 看看到不到你上升, 我们香港当然我们的车的数量, 比起澳门很多, 如果我们都是每天二千架, 就真的差崩头了, 香港是应该比澳门多一点的, 广东其实很多地方, 在接下来的交通的暢顺度, 或者就是减变度, 又会大大大提升, 因为深中通道是可以令到中山, 过去深圳, 只是几个字可以过去, 所以如果将来开港出道大辆车, 然后再过去深圳, 其实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 当然如果你要驾车去整个广东, 周围去的, 这个都是整个港车不上, 其中一个原因来的, 都是无可避免的情况, 所以希望大家是用这种模式, 去互相适应。 有人会问, 有了港车北上, 是否就自然有北车南下内地车, 也可以进出香港呢? 这方面的呼声目前并不高。 两地官方都先后有过说法, 最近特首李家超和立法会议员 访问大湾区的时候, 广东省省委书记黄坤明 就提了过一句话, 他说北车南下, 要照顾到香港方面的关注。 而特首李家超也表示过, 大家知道香港地方和道路都有限制, 如果要让事情说的是北车南下要达到预期效果, 正在做方案。 而上任特首林郑佑儿, 2020年的时候曾经表示过, 日港双方基于一个共识, 就是香港地少路载的一个前提, 所以港车北上不存在对等安排, 只是讨论港车北上。 我们不妨看看目前通行的两地排车辆, 还有所有的两地陆路货运和旅游车, 都全部是港车进出内地, 而没有内地车进出香港。 北车南下, 不能说不可能, 但显然问题更多, 难度更大。 特首说正在做方案, 那就说明现在没有方案。 港车北上, 以前就是大家就会立即想到北车南下的, 但事实上大家的体积不同, 譬如说我们相对于广东省的人口, 香港其实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地方, 我们能不能够容纳到很多车进来香港呢, 这个真的是一个疑难来的, 所以通常我们说港车北上都没有说两者是要对等的, 因为如果你说要对等就很难搞的, 但是我也都认为我们香港可以接受内地的车, 来到我们口岸, 拍在口岸那里, 再用我们公交进来市区买东西, 又或者进来市区买东西, 因为我们香港的公交是世界第一的, 其他地方我们公交那么好, 所以我相信我们即使是拍了停车场, 都不会讲一下的, 都会令到大家是欢迎的, 他们买完东西用公交系统去到口岸, 希望他们就开自己的车回家, 其实都有吸引力的, 所以我们都知道我们港珠澳大桥口岸, 其实都是准备起一些大型的停车场, 令港珠澳大桥的效用能够发挥得到, 也都将来可以迎来南车北下的一种模式的做法, 当然现在有小量的车都是北车南下的, 但是极少数都是顾及香港本地我们那个容量的问题。 港测北上肯定是大好消息, 但同时也是个新生事物, 我们要面对和适应这细节问题实在是数字不尽, 节目完了以后, 大家还可能提出一大堆的问题。 如果是官方手续, 反而好办, 网上已经有广告, 只要付490块港元就可以一条龙全包 代理所有证件牌照申请手续, 但具体每位司机怎么样适应内地路况和规定, 那就要各自去经历时间了。 在内地, 除了官方以外, 整个社会也要做出调整和适应。 不放动动脑筋, 再问一个问题, 请问港车在内地进入一个提电子识别车牌的停车场, 该怎么办? 开呀开呀开, 从小小香港开到大大广东。 我们天天在所有融入大湾区, 港车北上为普通香港市民提供了一个融入大湾区触手可及的切身体会。 梦想成真了, 我现在开始有新的梦想了。 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开车自驾游到北京到西藏去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